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准备好你剑步如飞的双腿 跟着我长遍所有美食 晚遍所有国家 派民国111年11月27号星期天 欢迎大家收听酒吧新闻台 超级玩乐大帝国第二个小时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姚顺 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 这个要聊的是艺术 那针对尤其是针对 喜欢到世界各地博物馆美术馆 看画看美术馆的朋友 那推荐一本书 这本书大快出版 叫东西纵横记忆 记是颜字旁的记 义是艺术的义 它的副标叫名画真的很有事 那作者呢 Junior Wang 王老师 那他当然他的做法 他写这本书很有意思 他把很多的话 背后代表的故事 去解释出来 去让大家看更了解 因为我们在欧洲有时候参观很多的博物馆或艺朗 那些名画 我们根本看 觉得好厉害 但是也不知道厉害在哪里 那需要有一个很棒的导览解说人员 他才能清楚的告诉你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导览解说员都愿意 这么花时间的去告诉你这个画的故事 我曾经参加过一个 因为我是媒体 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团 找了一个很厉害的博士的导览 因为在欧洲 他们这个导览解说 不是你台湾的领队可以升任 那个规定是不行的 你到了哪里 就必须交由那里的在地的导游来说故事 曾经曾经 我已经忘了 那是哪一个 哪一个管的哪一幅画 但我记得 我站在那个画前面 他可以讲40分钟 我一点都不无聊 他告诉你欧洲皇室里面 这幅画里面 这个人跟这个人是什么关系 那个人又跟那个用人什么关系 那个用人又跟这个牧师或神父 发生了什么关系 我听到这个很有意思 那现在市场这本书 这个王老师出的这本书 他介绍了将近 收录了将近90幅的作品 那每一个章节都结合了 艺术历史文化时尚等不同的领域 然后把背后错综复杂的这些故事 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变成了一个轻松易读的文字 所以现在已经解封了 我相信明年开始 更多的人会到自己喜欢去的欧洲去旅行 那去欧洲你今天不去博物馆 不去看不去看艺朗很可惜 先透过这本书做点功课 到时候到了现场你会更有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特地跟老师连线 由他来跟我们来介绍 东西纵横记忆 名画真的很有事 从最丑公爵夫人到维纳斯 探索欧洲近代 一文一世与众生百态 老师在我们现场 老师好 姚顺大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Juni Juni你自己本身做什么行业 自我介绍一下 本身做什么行业 其实我自己也觉得 我主要做的事情就是写文章 然后跟大家分享故事 然后这几年除了在粉丝页写文章 然后有一些专栏之外 也开展一些讲座 我们的讲座会希望 就是其实跟文章一样 都希望是跟生活结合艺术 所以我们的讲座 比如说都是以主题性为出发 跟书一样都是打破年代 或是绘画的风格 艺术的风格 比如说我们曾经办过 名画里的酒饮 和名画里的甜点 还有名画里的盛宴 太棒了 这些讲座 对 老师 你说你的脸书名字叫什么 粉丝页叫什么 就是东西纵横记忆 JuniWayne 好大家记住了 要要要要记住这个 记住这个这个粉丝页 东西纵横记忆 JuniWayne 好 那我刚刚再介绍一下 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讲座 那比如说像是名画里的酒饮的话 我们就是会去探讨很多画作里的这些酒饮 那包含像可能它的历史渊源 或者是它的饮用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说香槟 香槟最早的时候就是出现在18世纪 那18世纪的应该说更早17世纪 但是它真正的就是第一次 第一家酒庄成立的时候 大概是路易十五的时候 所以路易十五的宫廷也喝香槟喝得很开心 是哦 OK 对 但是那时候喝的香槟 跟我们现在喝的香槟口味又不一样 因为那时候喝的是甜的香槟 甜的 我喜欢 对 我们现在还是有甜的香槟 但是我们现在呢 等于是不甜的香槟比较常见 要说大哥如果常喝的话 现在不喝了 对 那现在不甜的香槟是19世纪中以后才出现的 所以你在这个部分 做了很多的研究 然后跟大家分享 对不对 也没有 自己就是一个不专业酒鬼这样子 哪有不专业酒鬼 越喝越有学问 就是这个样子嘛 对不对 那就是这种 我们在书 我们在讲座里面 除了介绍这个 比如说香槟这个主题 介绍它的这些故事之外 我们还会跟大家分享 那平常在香槟的时候 大家可以怎么搭餐 哇 这个最有很深的程度了 F&B Food and Beverage的程度 而且我觉得最厉害是 你会从名画里面去找出那些细节 大家可能没注意到 原来你还去看牌子 它上面会有吗 那个画 其实可以大概从那时候 他们的整个背景去判断 就是比如说那时候可能有几家酒庄成立 然后以它的瓶子去判断 比较有可能是哪一家酒庄 去做综合对比就对了 对对对 那如果像是我们有名画里的甜点的讲座 我们就会从古埃及开始甜点出现 那这样一路追溯 然后因为每一个年代 它都是有不同的口味 孙大哥你知道吗 其实古埃及人他们吃蛋糕就已经配鲜奶油了 真的啊 他们哪里来的 他们其实去木月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所以他们会制作很多鲜奶油 然后他们的蛋糕里面会加阴素子 还会加蜂蜜 会加野藻 那你怎么 你就多方考据就对了 对对 这需要很多考据 所以我通常要读很多书之后 对对对 然后再把它汇整起来 那如果像中世纪的话 因为香料跟糖都是财富地位的象征 所以中世纪的饮食 就会加入很多香料 很多糖 因为他们相信糖是制白病 因为像蔗糖的制造 一直要到17或18世纪之后才大量 就是这些欧洲他们在 欧洲人在那个中南美洲的殖民地 才大量制造蔗糖 对所以那时候到18世纪 那个糖价才下降 然后呢就是整个欧洲 对糖的消费大量增加 那所以在那之前 就是有钱人在摆盛宴的时候 为了展示 我非常富有 我一定要加很多糖 他反映的一些就是社会文化的背景 那我们那时候就是 除了讲座的内容之外 我们还去找的流发的甜点主厨 然后来根据可能复刻 那个墨内的一幅静物画啦 那我们去推敲那幅静物画 墨内在诺曼蒂画的 它很可能是苹果派啦 那我们还搭了诺曼蒂制作的甜形的苹果酒啦 还有甜香冰搭甜点啦 哦好有意思哦 所以你的课一定一定 堂堂爆满 人气爆棚 呃就是谢谢大家自己 应该还不错啦 我光是听我就很想去看了 我就很想去听了 哎欢迎欢迎姚顺大哥下次来玩哦 哦好 来那这次这本书呢 这本东西纵横记忆 你写了很久哦 花很多时间哦 嗯仔细算的话 其实我从开设专栏到 开设粉丝页到现在已经有五年 那这五年时间 我大概已经写了六七百篇文章有 吓死人了 吓死人了 而且你不是你不是只写这个 你不是只写话 你写很多哎 哦对不对 对嗯 对那就是从这六七百篇文章呢 大概选了21篇 那把它集结成书这样子 哦而且你的分类很特别 分四大块 第一你有看过这样的话吗 现在让你看看 第二关于感情问题 我哎呦你的建议是一律分 一律建议分手 第三画家是这样练成的 就告诉你哎 这个画家怎么会成名 他他他怎么练功 怎么怎么变有名的 然后第四每件成功的艺术作品 背后都有一个 点点点 哎就就让人家有无限的联想 无限的遐想都不知道 你这个分类是很有趣 你为什么这样分呢 哎其实呢 这个要回归到我最初写文章的 初中 对因为我一直觉得 呃艺术这件事情 本来就应该跟生活相关 那我也相信很多朋友 都对艺术有兴趣 但是比较传统接近艺术的方式 好像都是会按照风格或年代开始嘛 嗯 那如果真的要逼自己呢 从呃年代开始 你可能会从呃苏美文化 亚述文化 古埃及 有没有 一路开始跟后来 嗯 但很多时候可能 那个在教艺术史了 那个不是在分享了 对 那个你可能第一个没那么了解 没那么有兴趣 没那么感动 没那么触动 你可能到某一个点 你就卡关了 嗯 对那卡关到之后 你就觉得啊想睡了 就看不下去 嗯 嗯 所以其实这本书的分类 也反映我写文章的习惯 就是基本上 我就是从哪里有 我觉得哪里有去 我就从哪里开始写 那我也不会 我也不会呃 局限在年代 嗯 那我觉得他就是从不同的点 去慢慢的呃 扩展扩展成自己一个体系这样子 所以切入的角度 对不对 嗯 就是 所以这本书也是 跨越年代都是以主题为主 那最后就把它呃 分类成这四个 像我们举个例子啊 呃 第四个分类 好 每件成功的艺术备品 作品背后都有一个点点点 对不对 对 我就不知道这可 有各种可能嘛 你你就留了个伏笔 对不对 嗯 嗯 这个点点点呢 其实 大家主要讲的就是 名画的背后 通常都有一个金主 哦 OK 对 因为金主在艺术史上呢 他也是推动艺术史前进一个很重要的动力 因为画家毕竟也要生活 所以金主的喜好 比如说中世纪最重要的金主就是教会咯 一个是为宗教服务 一个是为皇室服务 对不对 就是皇家成员 对不对 对 或是皇帝 国王 对不对 对 那一个是宫廷里出钱 另外一个是要拍他马屁的人出钱 对不对 是 那如果说因为他们的喜好跟金主的需求 他也会影响到整个艺术表现的形式 哦 对 对 对 那其实这部分呢 在我们这一次 总共北中南西场的新书分享会呢 也包含了一个讲座 就是名画里的金主 哦 你连金主是谁 你都给他查出来哦 哦 金主其实很有趣 金主很喜欢画肖像画 对对 以拍马屁的角度而言嘛 对不对 对对对 那金主的肖像画 还可以反映当时的时尚 因为以前时尚是权贵的事情嘛 因为在以前还有所谓的时尚警察 所以一般老百姓穿着 对对对 一般老百姓如果穿着是不符合他自己的身份地位的话 那个是会被入罪的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啊 我穿的真的 穿的不好也也不行就对了啦 穿的太好不行 太好也不行哦 是 这是什么国家啊 吓死人了 因为有阶级制度啊 因为在封建制度都是这样子啊 哦 那是什么罪啊 看 我觉得这每一个年代可能看当时社会开放的程度 他入我罪他必须要有个名目嘛 对不对 有啊 他们是有他们是有名文规定的啊 然后比如说 呃像蓝色就是贵族才能使用的颜色 就是黄色的颜色 OK 你你你不是你穿了蓝色你就该死就对了 呃应该不至于是死罪 但应该就是会入罪 那要不要管 还是罚钱 呃有的可能真的要管 但是有的可能要罚钱 所以像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北方文艺复兴有一幅非常有名的画作 油画之父 法爱克的作品 阿诺菲尼夫妇 像他们就是当时的一对有钱人夫妻 但他们再有钱就只是老百姓 所以那个太太虽然他穿的是那种呃毛皮的大袍 看起来很奢华又是绿色 但是呢我们的贵太太也只敢呢穿蓝色衣服 只敢露出他的袖子跟小小的裙板 哦 有意无意 对因为他虽然有钱 但是他还是不敢 OK 好这好多故事 我们进一段广告带回来啊 开宗敏义啊 这本书放在最重要的第一个画 叫英国国家美术馆回头率最高的画 大家猜猜是什么画 我们进一段广告带回来 来我们跟这个Junior Wang 这个继续聊 为什么他出了一本新书啊 东西纵横极异 名画真的很有事 这本书啊 从最丑的公爵夫人到维纳斯 探索欧洲近代艺文的艺事和众生百态 是大块文化出版 那作者本身是一个这个 很喜欢研究艺术跟生活的人 所以在过去啊 他他他做了很多的分享了 其中也包括了 比如说名画里的酒饮啊 就是名画里的酒 名画里的盛宴等等 那除了在脸书上写 他也经常的这个开放讲座 让大家来听 同时他自己在足科的那个电台啊 他也主持节目 来我们继续回来 这书里面第一 第一个章节里面就谈到了 英国国家美术馆回头率最高的 那幅画叫做丑陋的公爵夫人 这幅画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女人的脸 吓死我真的吓死我 跟你讲 是是是 姚顺大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Junie 很开心回到现场哦 呃我们可以看到书的封面 就是一位史瑞克大妈 我都称他回史瑞克大妈 那是开玩笑啊 你赋予他的 嗯嗯 对对对 那对 如果是以呃 传统的审美标准来看 他真的 一点都不美 但是我们 但是我们 对对对 非常惊人啊 所以才要把他当选成封面啊 嗯 然后因为他 也因为真的太丑了 所以他的回头率是 整个英国国家美术馆最高 因为你看到他 你一定会被先吓着 走过去想说 诶怎么会有东西这么丑 出现在面前 对啊 然后就回头再看一下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而且他真的是怪物啊 对不对 来讲一下这个故事啊 哎呦 吓死我了 是是是 他虽然很丑 但是如果我们去追溯 他的画法的话 因为他主要是有一个 北方文艺复兴的画家 昆迪马斯希斯的作品哦 那这位画家 其实跟达文西是 差不多同一个年代 同一个年代 对对对 那我们讲说达文西 就是名气那么高 响亮亮对不对 对 可是达文西 他因为是个全才嘛 他什么东西都研究 那他在绘画的部分呢 他也不是只画美 他其实达文西 其实有一段时间呢 对于丑陋头像是很有兴趣的 是 那所以达文西喜欢去研究一些长得很奇怪的人 嗯 就是可能脸上有个油啊 然后五官外七扭八这样子 嗯 达文西呢 跟昆迪马斯希斯呢 曾经就这个丑陋头像 两个人 呃 有一起研究 就是彼此通信 然后彼此的这个画稿 也互相交易这样子 OK 嗯 对 那因为这一位丑陋的公爵夫人 实在是太丑了 真的 真的 所以呢 大家对于 而且我不觉得他是女生 因为大家才会很怀疑 他本人到底是谁啊 对 哦 他有目的的 嗯 而且很奇怪的是哦 就是 第一个 他长这么丑 他到底这是谁 然后第二个 画家通常画肖像画 不是应该要自贱美 言软体吗 对 那为什么画家这么诚实 敢把这么丑的公爵夫人 给画得这么真实 我觉得他有加油添醋吧 嗯 所以 有很多的揣测 对 所以我们在书里面呢 就是把当时的一些揣测 他有可能是哪一位贵族夫人 因为如果你从他的装扮看得出来 他是身家地位不凡 他是一位贵族夫人 但到底是哪一位 所以我们在书里面有去做这些研究 一个一个去 交叉比对 对对 但是没有结论 因为大家的推测呢 其实年代不符 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些推测 其实都有他背后的故事 有跟他背后的原因 这个跟欧洲王室彼此之间的这种权力斗争 是很有关系的 一定是斗争 对 那这一幅丑陋的公爵夫人呢 其实他是一组对话 就是应该说两幅画 那另外一幅画就是 因为丑陋的公爵夫人他还有一个名字叫老女人 OK 那另外一幅画就是老男人 在书里面我们也录出来 那老男人呢就正常的样子 对 那其实也要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呢 再到巴洛克时期 他们有那种厌女情节 就讨厌女生啊 真的吗 对 OK 为什么 其实这个应该要追溯到有蛮久以前的这种宗教文化的传统 有背景的 那所以很有可能就是明明这对夫妻 然后公爵夫人呢就是被画成这样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推论就是公爵夫人是生病的 生了一个怪病 有可能 对 他生了一个怪病 所以导致于他的骨骼畸形发展 不只是骨骼呢 你看他的招风儿那就不是骨骼了 就是他的那个畸形性骨炎会影响到他全身的骨骼啊 像包含你看像他的锁骨那些手啊 这些都会影响到 可是呢 如果去研究 我们有研究说画家是怎么画他的 画家画他的时候是用的很多非常小心翼翼的画法去画他 所以如果你是以技术层面来看的话 他其实是一幅美丽的画作 就是技术层面很高 技术层次你看他脸上有一颗痣 他连痣上面长的毛 都给他 我都太厉害了 可是这个 这真的丑 对不对 这我即使到今天我看到 我也觉得 哎 怎么也这样 对 但是你去看他 我 顺大哥请你看书里面 然后你去干光是看他的那个袖口 袖口 OK 有有有 好像金线 对对 你光是看他袖口的这种非常精致的画法 很细腻 对 他用了湿画法 刮痕法 用了不同的方式 哦 去描述他这些细节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件美丽的作品 还有他头上戴的那个 那个应该叫什么 头罐还是 上面还有一个 头巾 头巾 那个头巾的细节 对对对 他有一个珍珠的跟宝石的一个法式嘛 对 那个好厉害 好细腻哦 那个笔法 是是 以今天来看的话 就跟照相差不多了 其实以细节来讲 是啊 所以你要说他真的是完全丑陋吗 这是要看什么角度来看 我是从一个人应该长什么样子的角度来看 好不好 因为你知道他就是太丑了 所以呢 他反而变成很多后来后人在创作的灵感 比如说像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里头的公爵夫人 嗯 嗯 对 在书里面我也没有提供照片 有没有 OK 然后比如说宫崎骏卡通里头的那个汤婆婆 钱婆婆 OK 嗯 对 哦 哎你真的花很多时间去对比耶 哦 说到这个 嗯 你知道关于公爵夫人这幅画的另外一幅就是老男人对不对 对老男人正常 嗯 对 大家去查那个 老男人这一件作品的时候你会想说哦那正常他长什么样子 如果在网路上查的资料呢 其实查到的都是老男人的素描作品 哦没有一幅画 老男人有两件 哦对他有两件一件是素描然后另外一件是那个油画 哎哎这这就好特别你看这个这个老男人也很时尚他的右手的大拇指上 还有一个戒指他把戒指放在大拇指哇这个一定然后身上穿的那那个那个那个是一个算什么那个微薄 毛皮对对那动物皮毛的大衣对不对 对那这首导迷人呢他是私人收藏对不对 哦哦 对那这两件作品呢其实他们两位曾经合体过在英国国家美术馆他们曾经举办过一次展览他们合体过 哦放在一起 但是网路上查到的资料呢通常是现在放在那个法国巴黎的贾克马安德利尔美术馆的那一件素描 哦OK 那为了这个我当一开始在查的时候我觉得 这个年代就是老男人的年代跟他画作呈现的样貌是不对劲的所以我还从英国国家美术馆又订了一本专书 嗯 来做这件事情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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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而且你这个书里面有意思了你这里有一幅叫怪异头像的这个画head of 什么东西这个1669年铅笔画的这个跟这个跟跟那个油画怎么那么像啊他跟着他素描对不对 这幅老女人其实一开始被误以为是达文西的作品哦 哦对那后来发现不是但后来应该发现说是他们达文西跟马西斯呢他们两位有交换那个草稿那达文西就画了之后因为达文西有很多追随者嘛他的徒弟们对那他的徒弟们呢就跟着达文西的复制马西斯的作品在画所以他那个是copy又在copy 哎好特别哦好最后最后还是查不出来这个人到底是谁对不对 哎对目前还没有办法有定论 真的但是各种的各种的史料里面都没出现嗯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说呃呃呃 达文西是文艺复兴的代表哦 但其实达文西的他们其实真的会交流 因为像达文西就有受到北方文艺复兴的影响 比如说蒙娜丽莎嗯嗯嗯嗯 蒙娜丽莎呢就是呃四分之三的角度去绘制的肖像画嘛 那这种四分之三的角度就是北方文艺复兴很典型的肖像画特色 哦那如果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话他们画的是二分之一侧面 他们比较喜欢他们那个古罗马时期那个二分之一侧面 像印在钱币上那样子哦这都有学问的哦嗯嗯 这个你都要你都要你都要念过艺术史吧 艺术发展史啊这融会贯通 然后再一个一个哦那要做的功课太多了哎 呃我觉得真的就是你从你有兴趣的点去出发 然后再慢慢的扩展到其他部分 然后最后会融会贯通成你自己的体系 你本身是学艺术的吗 呃我其实学的是我大学时候是主修教育 然后复修呃美术 然后到研究所的时候读的是呃艺术教育和艺术行政 但是跟这些我现在做的事情基本上没有太多关系 对你现在你现在就是做自己喜欢的哎对不对 没错没错完全就是自己的兴趣好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带回来啊再聊聊这个书里面的一些话嗯 我们继续跟朱尼王老师啊 这个朱尼王老师 这个他出了新书东西纵横记忆 名画真的很有事 大块出版的 他里面就是就是发现一些有趣的话 然后分四大主题 每一个主题里面有一些话 来告诉大家 哎我我突然想到老师 那个那个那个你为什么要分这四大主题啊 其实不是我分的耶 哦那是编辑给你的建议 嗯对对因为我选了21篇文章 因为我平常写文章就是都很任性的 就是什么有感觉写什么 OKOK 对我那时候就挑了这21篇 我觉得呃可以集结成书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觉得编辑很厉害 他按照这21幅画 然后呢21篇文章 然后去归归类整理 把它各自赋予不同的命题 让大家方便大家阅读 然后呢当然这中间一定要要要有些伏笔 所以哎老师我们讲一下 关于感情问题 为什么你疑虑建议分手 来你要你要你要讲哪一幅画 来 其实你知道这个标题呢 就是编辑跟我聊过之后 因为这就是我平常会说的话 很棒吗 我的小学同学说他收到书的时候 他看到就看到你了 他笑出来 他说这就是你 这就是我说 对这就是我说的话 好啦来啦 为什么你会疑虑 因为你看到的都是分手都很下场不好的嘛 对不对 结局很悲伤的 是不是这样子 不是哦 其实你知道在我一开始办讲座的时候 2015年吧 2015年一开始办讲座 然后那时候其实有朋友建议我要开两性讲座 哎呦 所以你这方面也是个权威就对了 不是但是因为我说我说不行要是要是我来讨论两性议题或是感情问题 我只会建议大家分手不用讨论了 真的假的 为什么为什么你都你你小时候受过什么伤 你可不可以方便 还是你在你爱恋的过程中间出现过什么样的 这没关系 没有了没有 有事情就讲出来 不要闷在心里 好不好 你就讲 好不好 你就讲出来 我觉得你这样会好过一点 我愿意做一个宁静的倾听者 好吧 你就说吧 现在开始 预备 预备 开始 好 我们来说一下那个第二个部分 就是关于感情问题这个部分 来了 这部分其实我们选了四件作品 那包含像是我相信大家看了都会觉得非常也是非常惊讶于他的写实 就是那时候19世纪最写实的植物图件 就是拉菲尔前派的那一幅奥菲利亚 奥菲利亚 等一下在第几页 在第66页 66页 好 这个 对 老师会这样建议一定有他的道理 哎哟 他怎么了 他躺在水里 对对对 拉菲尔前派又称为前拉菲尔派 算是英国在19世纪中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画派 那这个就是前拉菲尔派呢 三位创始人之一的米莱的作品 这件作品呢 对 这件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很漂亮的 女生然后穿着一个滑服 但是飘在水面很诡异的画面对不对 不是 太像写生了 你知道太写实了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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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核的两边的那个树啊花草 跟照片几乎是一样的啊 就像照片 有没有 没错 对 然后这就反映了照相数出现之后 对于当时画坛的一个冲击 因为我们知道照相摄影这门技术大概是在1830年代出现 OK 那1830年代出现之后虽然那时候呢只是黑白照片 但是他已经冲击到以前画家他们这种所谓写实的目标 噢OK 那所以对于这样的冲击 画家要如何走出另外一番的道路 而无数只是要求写实 其实他们做了各式各样的努力 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 为什么印象派后来他们就是不追求写实 他们用快速的笔触明亮的色彩 去追求那个转瞬的光影变化 那个其实也是受到照相数的冲击 因为你画的再像你都不会比照片还要像 对 噢OK 所以他们衍生出一个新的画风画派 是米莱也是这样 米莱的年代也是在19世纪中期 因为像奥菲利亚就是1851到1852年的时候 那当时他在画这一幅画作 我们先讲他旁边他的背景 他的背景这些植物花草被称为是 比植物图鉴还要真实的这种植物 真的他画的好厉害 还有上面还有光影 对不对 他其实是蹲在河边 他真的是蹲在河边 蹲了大概五六个月 从夏天画到冬天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他里面很 他里面的很多植物啊 就是他们实际上开花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可是在画的里面都被画进去 他把他融入在里面 对这就是摄影做不到的事情 他要证明 对比如说人啊漂浮在水面上 还可以漂浮的这么美 人都已经死掉了还可以这么美 这也是摄影做不到的事情 他真的是在画一个死人吗 他其实讲的是莎士比亚的故事 王子复仇记就是哈姆雷特 里面那位女主角 因为听到父亲死掉之后 然后就落水的这一段故事 所以他实际上 他要表达是这一个落水的女生死去的场景 那他真的也找来了一个女生 去买了一件古装 然后把它套在浴缸里面画 哦再融过来 OK 对那这幅画作在 他是先画景哦 先画景 对然后才回到伦敦的画是画人 泡在浴缸里面的人 就在画的时候 你想从12月然后画到隔年春天 中间一定很冷吧 对对 所以那个浴缸本来在浴缸底下 还有那个烛火在烧啊 可以帮助保暖 结果殊不知这个火灭了之后 水就越来越冷 然后画家因为太专心了 所以米兰也没发现水变冷的 那model非常敬业坑也没坑半生 只有这么一画完就重感冒 还好没死 对那后来他当然就帮他负责就是医药费 那这个model呢 后来也成为前拉菲尔派另外一位画家的女朋友 哦OK 所以所以这幅画有意思了 第一个他找到了一个呃 周边长满了绿色不同植物的这个溪溪流 然后呢画了好几个月 可能五六个月半年四季融入 另外呢为了这个河里面飘的这个女女生 他找了一个这个有保暖功能的浴缸去画他 最后再把两个披在一起 对不对 这等于是披图嘛 对不对 这样讲对不对 对吧 那好嗯应该就是前后顺序 对啊他这样他不是问题是哦他先画场景 然后再把这个场景带到浴室 然后再把那个躺在浴缸里的女士的 相貌形象整体了啊 应该造型就画到了这个河里面啊 应该是这样吗 太厉害了哦 那他到底想要证明啊 他就在证明艺术比摄影还厉害 画画比摄影厉害对不对 因为那些事情照相是做不到的 对不对 包括四季融入在一个花里 因为前拉菲尔派哦 他们其实这个画派呢 他们就是想要回到拉菲尔之前 因为他们觉得拉菲尔之后啊 就是学院派都太僵化了 所以他们的本来着重的题材呢 就会是在像中世纪啦 或者是一些古典的一些故事 他刚好莎士比亚的这个故事呢 就很符合他们的需求 因为呃 从此复仇纪的背景就是中世纪的北欧嘛 丹麦 哦 原来是这样子 对对对 哎 这个 好恐怖啊 对 然后 配情这部分我们还可以看到 像台湾也可以看到的 有一件作品 就是爆风雨 在奇美博物馆 来 第几页 在88页 88页 奇美博物馆有收藏到这个世界名画 来 嗯 对 奇美博物馆的是小 爱情爆风雨 对 这个姚顺大哥可能也见过这件作品哦 没有没有没有 那我是个粗人 哎 不会不会 您客气了 真的 那如果下次有机会去奇美博物馆就可以看看 那奇美博物馆的是小剑的作品 这个呢 在大都会博物馆呢 我们书上这个是大剑的就是原剑的作品 哦 好厉害 那个女生穿了一件薄纱 对 透明度很很高 嗯 对 那老顺大哥你还可以再往往下翻 91页 就是统一个画家柯特的另外一件作品 春天 哇 哇 好厉害哦 这应该 这应该算写生吧 老师 这个都是 这个都是在当时哦 就是学院派的作品 你看那个肌肤非常光滑细腻 你是看不到笔触的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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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学院派的作品 所以这位柯特呢 就是凭借他这种非常典型学院派的手法 所以呢 在当时其实有一段时间是非常非常混吃混喝混得很开心 这样子 哦 OK 这个这个画的就很写真了 然后你看到了94页这个画根本就跟照片一样了 凯撒林 对94页这一位呢 就是我们可以特别提一下的人物 她是当时应该是全美国最富有的女性 诗里面下了一个小标 说是实至名归的纽约头号名媛 我们进一段广告带回来 王老师在跟我们讲 这幅画要传递要讲的什么故事 而且他穿的衣服那个质感好好 居然是画的 你如果不仔细 你会以为是个照片 待会回来 来我们继续跟Junior王啊 王老师这个谈他出的新书啊 东西纵横记忆 名画真的很有事啊 大块文化出版的 这个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这个解读这个世界知名的画作 那真的很有意思 那现在我看到了一幅纽约头号名媛的画 刚刚休息的时候老师跟我说 因为因为因为这个照相的崛起啊 所以造成了很多曾经红极一时的学院派的这些艺术创作者 就慢慢有一点没落 那我我我关心的其实是纽约头号名媛 老师这个纽约头号名媛是怎么怎么他的背景是怎样 有钱 富家女中的富家女 对他真的是富家女中的富家女 但是我觉得他最了不起的是 他对艺术收藏的热爱还有他的慷慨 因为像他 对像他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他捐了一笔钱给当时刚刚成立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他出钱 对这是这是一位凯撒林沃尔夫 那他也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106个创始人当中唯一的女生 哇 对 这个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其他都是男生 对啊 因为当时其实 有钱人都是男的 男尊女卑的观念还是很明显 OK 他其实捐那一笔钱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是为了要让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去做收藏用的 因为他们等于像是专款专用的概念 因为他把自己收藏的画也捐出来 然后为了让这些画得以好的 有好的保护保存条件 又捐了一笔钱 对除了维护之外 另外还有就是收藏画作的费用 那其实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有一件事情他们可以很骄傲 是他们收藏很多那个馆藏的基础 是由这些富豪捐赠 所以我们可以说虽然就是他 当然近年有说他可能买到就是一些黑市的 有争议的艺术品 但是他可以很骄傲的说 他没有一件收藏品是抢来的 都是买来的 买来或是捐赠的 或是人家给他的 对那这一位卡萨琳呢 因为他的这一笔捐款 所以也有抛砖引玉的效果 因为在那个年代 美国不是经过镀金年代吗 然后富豪开始有钱之后 他们就会想要收藏艺术品表示品味 所以其实大家本来都在比赛说 谁收藏的最厉害 然后盖自己的美术服务馆 收藏炫富 对但是因为凯撒林这一笔捐款 大家开始去重视到这种公共艺术教育的 一个重要性 所以开始也大笔的去捐赠给 这一些重要的公共美术馆 然后让艺术成为一种公共资产 他其实对于一个国家的公民素养的养成 是一个我觉得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所以对这一部分 我自己曾感念他 因为大多艺术博物馆是我每一年都会去 是哦 所以你喜欢看 对啊 我觉得因为他们每一次都会有六七个特展 然后如果你可以有一个时间 那只要花 因为大多艺术博物馆现在的门票 大概好像是25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25块可以逛三天 真的啊 哇 对以前有三个馆 现在剩下两个馆 他25块是这两个馆 随便你自由来去玩三天 所以像你这样去看 你还带着笔记本 是不是 现在有手机 我都记在手机里面 也对了 可以拍 可以拍哦 大家都会通常都会让你拍 就是他们基本上是很友善的 而且他们的官网设置也非常资讯很完善 齐全 哦 对对对 那如果要讲爱情的话 对我们还可以讲一个雷诺瓦的前女友 好啊 好啊 现代艺术的部分 这位雷诺瓦前女友呢 红头发 雷诺瓦画她的时候呢 曾经就是在城市之舞里面 跳舞 共舞 对那她本来是一个出身很贫寒的model 可是呢 她成 她一个model嘛 所以她跟画家都是在一起私混 那后来她开启了她的绘画天分 哦 她也会画画 哎 对啊 她就是从model变成画家 OK OK 对 但是她原来开始要画画的时候 其实雷诺瓦呢 就是还觉得一副啊 你不会画画 你还是算了吧 哦 真的啊 对啊 所以我才说难怪会分手啊 哦 对不能不尊重人家 不能求 要要给果力 你知道雷诺瓦当时还是劈腿的状态哦 雷诺瓦当时的正宫女友呢 就在一样137页右边这一位 右边是正宫 OK 对 那右边这位正宫呢 爱玲夏里哥 她也出现在船上的午宴 就是雷诺瓦另外一件很有名的作品 怎么都是她在画 因为雷诺瓦会找她身边的女生来当model啊 OK 所以她也是雷诺瓦的小女友就对了 对 她是雷诺瓦的model兼小女友 那另外这一位苏珊瓦拉东呢 她就是雷诺瓦的 好吧 另外一位编号三号的女友这样子 哇哦 所以那个时代的那个时代的背景是允许这种事吗 没事 以道德礼教来说的话 因为他们不属于中产阶级 所以不管是雷诺瓦或是末内 他们的女朋友都是结婚生小孩 小孩都已经五岁十岁了 他们才结婚 OK 对 但是这当然不能出现在 就是要求礼教的资产阶级身上 对 那这一位苏珊瓦拉东更酷 她从女魔变成画家 然后她本来 她其实生了一个儿子 然后她因为就是 来往无数 所以大家都在猜儿子的爸爸是谁 哦 这样有点 每个人都在猜的时候 她其实也从来不讲 因为她可能自己也不知道小孩的父亲是谁 糊涂 荒唐 对真的 她这个儿子后来还成为有名的画家 那就是传奇 对不对 反正不同的事情你就要赋予她不同的解读 对 不过苏珊瓦拉东很厉害的是 她是以这样的背景去奋斗 因为其实当时女生要成为画家是很困难的 所以你看又扭转颓势 又变成了一个激励人心的故事 对啊 你知道她是第一个在那个法国在法国官方应该说她是第一个在法国美术学院展示作品的女画家 她到后来是成功到这种程度 所以你只要有成就你很多事情都会被这个成就给cover了 对不对 对啊 因为她的私生活就是这样子嘛 她甚至还跟她儿子 她后来嫁给她儿子的朋友啊 小她20多岁 儿子的朋友 哇塞 这这这叫怎么说呢 好好 就是她的人生真的很传奇 传奇到你觉得很荒谬 对啊 这都是故事 对 可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探索怎么回事 为什么 对不对 不可能吗 我们只能看到这个人的崛起 对不对 窜红 然后一路一路怎么往后走 对不对 我们只能从她的人生故事去推测一些可能 但是因为基于年代不同 然后我们的风土民情也不同 很多事情其实概观也没办法定验 对 但是我们会知道就是有这样的人存在 然后她的 我们可以去从她的作品 然后去了解当时就是这样的时代背景 然后其实真的要讲的话 她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你看哦 就是男性画家 他们在要研究人体的结构的时候 她一定要入手的就是裸体画嘛 对不对 对 所以为什么很多古典绘画要画很多裸体画 那其实有一部分也是画家在炫耀说 我多么了解人体的结构 但是对于女性画家来说 女性画家根本没有机会可以在画室里面画裸体画 因为 女生画女生可不可以 不行 19世纪末的时候 法国美术学院 其实他们都还有一个法则 就是女生画裸体是一件非常不合时宜 就是不合规矩的事情 就不准 对 那所以要像苏珊瓦拉东这样的出身 她才可以去 她才有能力 有条件去突破这些规矩 因为规矩在她身上不适用 如果我们举跟她同年代的印象派的两位女画家 像玛丽卡莎特 然后还有另外一位 其实她们都是资产阶级出身 所以这两位女画家 她们只能画她们周边的人 就是她们家的 她们的家人 她们就没有 画像苏珊瓦拉东这种 洗澡的女生 因为像洗澡女生 当时很多画家会画赛上 逗家都是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她多么努力在突破这件事情 OK 她叫做苏珊 对 我都说她是蒙马特苏珊姐 因为她就是在蒙马特横着走的那一种 苏珊姐 对 她代表的是19世纪的蒙马特的这种 波西米亚的文化之一 听众朋友 她叫做苏珊瓦拉东 那刚刚王老师讲的 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 这个人画家苏珊姐到底多厉害 而且她的这个感情生活 非常的丰富和精彩 对不对 哎呦 哎呦好厉害 好了 这里面的故事 其实是每一篇 每一幅画 每一个人都有她精彩的故事 听众朋友 有意思了 画里面画中有画 这个画就是故事 大家可以去研究 那今天这个王老师介绍的都是名画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找这本书 叫大块文化 大块出版社出版的东西纵横记忆 名画真的很有事 从最丑的公爵夫人到维纳斯 探索欧洲近代 异文异式与众生百态 标题好长 记住 其实你只要记住那个 Junior Wang J-U-N-I-E W-A-N-G 上他的脸书 看一看你就知道了 老师你有没有什么特别要讲的 你最后一句话 讲你这本书 我希望呢 可以透过这一本书啊 或者是透过讲座呢 让即便没有艺术史基础的朋友 都可以找到触发 感动你的点 不管你有没有基础 只要你不讨厌艺术 你喜欢听故事 你喜欢看故事 你就是在说我嘛 虽然我是个老初 但是我很喜欢看你里面写的故事 谢谢大哥 这个非常的鼓励啊 好不好 今天谢谢你花了时间 跟我们来分享你这本书里面的作品 听众朋友 其实他里面的东西很多啦 我们刚刚只是举了三五个例子 要去了解 因为有些话 你在生活里面 你都会看到 我刚刚就看到好几幅画 是我平常 平常在生活里面 偶尔都会看到的 所以听众朋友 大快出版 东西纵横记忆 名画真的很有事 找来翻一翻 谢谢Junior王 谢谢王老师 谢谢尔顺大哥 谢谢听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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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